英國媒體《金融時報》報導 美國與日本軍方為了應對 臺海發生衝突 一直在做軍事準備 包羅東指出 從美國總統川普執政的最後一年 已經開始 一直延續到拜登上任後至今 美國國防部低調不願證實 僅表示美日確實正在進行雙邊的軍演 另外沉積五天之後 共激昨天 今天 都再度侵擾我西南方的空域 中共建黨百年軍事動作不斷 英國《金融時報》就報導 自美國前總統川普執政最後一年起 美日兩國軍事將領 即針對臺海可能爆發的衝突 展開嚴肅推演 包羅集機密的兵推 以及在南海與東海的聯合軍演 中國外交部呼籲停止渲染中國威脅論 對美日是否為臺海衝突秘密備戰 美國國防部發言科比二號低調回應 不願意正面證實 僅表示美日現在確實正在進行雙邊軍演 但不願意透露演習的劇本 日本媒體認為這次演習除了展現 美日兩國盟友團結精神 也是在臺海緊張之際 展現軍事能力 美國跟日本停臺的態度越來越明顯 日美日的聯合軍演 頻率跟規模 還有涵蓋的空間越來越大 中華民國空軍混合 位於臺灣西南空域 高度三千公尺的總共軍機 注意你已進入我空域 即將我非常安全 立即回轉脫離 中華領導人習近平在黨慶時 聲稱要粉碎台獨圖謀 共機三號清晨就 輕擾我西南空域 被空軍廣播驅離 同一時間也有美國軍機陷蹤 另外二號國防部更罕見 一天發布兩次動態 上午下午各有一架 運巴遠竿機輕擾 空軍則依慣例 派遣空中巡邏兵力應對 廣播驅離 並且以防空飛彈追尖 記者韓英林智堅整理報導